這段影片是想來一個快閃的宅渡宅,以及新近的Jog Fair 宅渡宅分別是一個星期五的黃昏時,以及另一個星期六都去過 你可能問,為何星期五都去宅渡宅? 不是週末市,是星期六、星期日試開嗎? 其實我記得以前星期五的晚上,也會有很多店鋪開 有些店鋪還會營業到凌晨,所以也好奇去一下星期五的晚上 大街兩旁的店鋪基本上是開的,但我看到有部份都開始收店鋪,所以估計不會太晚 反而這裏有很多店鋪在賣食 這裏就是宅渡宅,夾住旁邊有一個商場叫Mix 人們叫室內版宅渡宅,這裏反而開滿了 我看下Mix裡面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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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底下這裏,我看見大部份的店鋪都有開的 有些餐廳,中間有些臨時擺賣的檔口 但我看見它賣的東西,可能不太適合香港人看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至二樓情況民生都很悲慘 大部分店員都嗅嗅 只有一、兩間店員有做生意 19年底我都來過一次 但是我記得當時,因為其實商場都不是開了太久 雖然全部店舖不是開滿了 但是應該也有七八成是開了 但是現在呢,我想是只有一成 都不知道有沒有問 另外一個星期六,我又再去多雜渣一次 當然我開的店舖比星期五上次見到的多 另外也有很多泰國本地人去 以及也見到很多遊客 但是人流都是集中在賣衣服和首飾那邊比較多 但是當你走到外面,進入兩三條行 其實看到你中間的位置,很多店舖都關門沒有開 在這裡打造三條行隔 我們來到好奇妙的店舖 SUNN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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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這裏 然後看新開無來的Joke Fair 這個 Job Fair 市集就號稱在拉叉達貨車夜市的再生版 在彭博馬9 MLT 市集出了不久 其實已經見到有些小販擺擺檔 一些餐車一路擺擺擺擺都差不多到市集的門口 這間市場的官方Facebook 每天都會開業,每天下午4時開始營業 一直到晚上12時 其實這個市場的佔地一點都不大 前部份的攤檔主要是賣衣服、鞋子、手飾、手機配件產品 有些是做指甲 中間開始至後部份全部都是食肆 我可以說是有七成以上的食物 走完之後,整體我都覺得頗失望 因為賣的食物不太吸引 我本身不是想來吃東西 所以20分鐘左右我就走完 我反而想說,在盤賣9的MRT 站出來後 連接著一個大商場 這個商場叫做Central 環賣9 我以往來過萬谷不下十幾二十次 我從來都不知道有一個這樣的商場 和從來未來過 雖然這個商場的規模 沒有自大得像Siant Paragon 和Central Well 但最頂的兩層 其實它都非常多餐廳 而且餐廳的種類和類型都非常多選擇 我們今天會看到Central Well 我們看看Central We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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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最底層的MRT 站 就是這層 有一個小型市集 總括來說 如果有些朋友去 遲些都打算計劃去曼谷旅行 我覺得在行程上 就不需要太多時間在Jog Fair市集 反而我覺得可能可以 例如黃昏去逛一逛 然後過來商場吃晚餐 我覺得更加舒服 今集的快市市場就是這樣 下支影片再見 下支影片再見 上支影片 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